兩個工人離開一個裝修地盤 去喝下午茶 另一名電工母通知他們 就進去地盤觀賞電源 然後上了閣樓接駁電線 那兩個工人喝完下午茶回來 為何沒有電 誰關了大劑 哎呀 意外就是這樣發生 問題在哪裡呢 我們回到較早前看看 原來電工關了總製之後 沒有把配電盤上鎖 和張貼警告告示 還有工友未確定有沒有電力工作還在做 就開個總製 那怎樣才可以做好些呢 進行電力工作前 電源必須慣上 配電盤也要上鎖 及張貼警告告示 提醒其他工人 總之 進行電力工作的時候 必須謹記電力安全三部曲 關電源 上鎖 張貼告示 組織安全措施 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